大家好 我们从这节课开始进入国力部分 咱们在早学课当中已经说过 市政专业 国力部分它考试的分值跟其他专业不一样 我们的建筑、积淀、公路 应该说国力部分在案例当中分值比例特别高 尤其是建筑专业 120分有的时候呢 这个国力部分考个80分、90分甚至更高都有 技术在案例这儿考的比较低 但是我们市政有的时候国力部分 我们说的这种纯国力部分 考二十几分不到二十分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所以说市政专业到国力部分 你投入的时间比例要少一点 不能说我在这个其他专业学完了 到市政这儿增向 还按照原来的模式进行学习 另外呢 我们市政专业到国力这块 它其实呢 这个考试考出来也都比较简单 不像其他专业比如考高下考得很难 我们市政很少考 即便考到也都是比较简单的 管理部分啊 第一个模块呢 就是关于叫招图标这部分 招图标考试呢 应该说近些年来 在整个市政专业一见这儿 考核的频次呢 适中 但是呢 有一个特点 从二零一一年之后 它考试 虽然招图标这部分 在试卷中能够有 能够出现 但是大量的知识点 并不是教材原文的这部分内容 都是我们的法规招图标里边的一些知识 都是一些常识 正如进行考核 好 那么对于教材当中的这些知识点 也有一些能够考试 但是作为记忆的 但从考试来说 这些需要记忆的这些点 咱们一定要往后排一排 对于如果你是考四科 或者说去年考过四科 通过考了法规 今年是第一次增向 应该说招图标这分 你即便不看教材 你也能够把这分拿到 它都是法规当中的一些常识内容 当然我们教材当中的知识点 也是有一些能够进行案例题考核 考的应该说也是比较俗气一点的 那种案例补充 尽管说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这些点 咱们还是要留意去记一记 教材原文 你比如招标文件的主要内容 这些点啊 在2011年考试还就真考核过 现在呢也稍稍留意一点 从记忆的点 它也不是最重要的 后面呢 关于我们招标公告 说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应当至少载名下列内容 好 这是案例补充题的点 这是在我们的法规的教材当中 它也有相应介绍 好 重合的点 这个要记一记 教材原文 没必要啊 我们没有必要 在这去阅读一遍啊 复读记一样啊 没有这个必要 根据自己情况 后期真的是记一记啊 后面呢 介绍的是资格预审啊 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候审 这里边2014年提及到的就是资格候审 资格预审是怎么一回事 预嘛 就先审查 你再去投标 候审呢 来者都是课 我都接收 最后呢 我再审查你这个资格 说实话 总这么觉得资格候审 不这么厚道 好 后面呢 关于投标啊 投标这里边的知识点 投标文件应当包括的主要内容 包括什么商务标啊 技术标 商务标啊 考试呢 考过这么单选题啊 商务标都包括什么 这些呢 考试还可以以案例题形式啊 但是复读记事的阅读 不读了啊 技术部分 技术部分的内容 我们当时2011年那案例考试涉及到的啊 技术部分的主要内容 什么主要施工方案呢 进度计划及措施啊 质量保证体系措施啊 安全管理体系及措施 消防保卫啊 健康体系及措施 文明施工环境保护的 风险管理的 机械设备的 劳动力材料配置的 项目管理机构及保证体系的 还有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的 应该说啊 这种题啊 这种点早年间考试 考出来属于正常 但是呢 现在来说 呃 这种直接在管理这儿一大段啊 整个这么做干条 写几条去补充的 也有比较少了 这是一个重点内容 或者说是招投标 这个章节当中教材里边 是需要真正理解的 就是这个知识点 关于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可以在投标文件中 这个招标人 可以在招标文件中 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担保 这个担保呢 可以采用投标保含 或者投标保证金的方式 保证金呢 可以用支票 养会票 好 这个点 这个保证金一般不得超过 投标估算价的2% 然后呢 这个保证金有效期 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这里边啊 关键就是这个80万 到底考试的时候怎么一回事 大家注意啊 这块呢 就是一个特别模糊的地方 我们呢 这个最高不得超过80万 从我们法规教材当中 也是进进出出好几次了 这里边 其实投标保证金 不得超过投标估算价的2% 这儿是招投标实施条例的规定 人家当时就不再提80万这件事了 而我们招投标管理办法当中 有这个80万这一说啊 那么这里边 注意啊 考试分怎么一个情况 那么考试啊 如果说真正的让你最后再做这个案例题 人家呢 比如正好这个2%是100万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你就说不对呗 你别超80万 如果说人家最后呢 没有啊 没有人家最后2%都不到80万 那你这个点就不用再去写了啊 这种点一般就是什么改错题 而且呢 2020年建筑专业啊 在这儿呢 出一个 当然建筑专业呢 那个是50万 为什么呢 不同的文件的要求啊 不同的文件要求 你放心 我们二件事证 也是按照这个50万 而我们一件教材这块 没有50万 也没有80万 而我们一件法规当中 他现在还是不能超过80万 好了 这种点怎么办呢 就是改错题 如果出现啊 你就按照改错的方式 人家最后100万了 你就是说 最高别超80万啊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呃 总的来说啊 行业中 没有统一 按报理来说 人家条例 应该有指导性意义 但是呢 呃 相应的啊 这种管理办法 他有不同的规定 呃 跟他就不统一 最后考试的时候呢 居然啊 也是依据着 我们各种的 不同的文件 这个地方 特别特别的乱 那咱们记住 改错题的宗旨 就是超了 你就说不应该这样 应该别超80万 就可以了 呃 电子招图标啊 关于电子招图标 是二十一年就要才增加的 电子招图标呢 是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啊 尤其疫情以后啊 慢慢的让我们各个平台都已经完善了 后期呢 有可能未来 就是大量的工程 都是用这个电子招图标 但是永远记住 那是未来的事 就当前而言 这个电子招图标应用的还是极其有限 从考试的角度上 它很难在视觉中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呢 弱化 看着挺好啊 自行从网上下载招图文件 不需要再去招标代理机构购买 你就想一想 打印个招标文件台 让你去买啊 人家还串串钱 现在啊 说不需要了 哪能说改就改呢 好 这个作为了解性的内容 尽管看着啊 挺热闹 好像能够考试 是未来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但是实际起来有难度 考试呢 也不好说 在这马上就考出来 因为什么呢 好像是这个电子招图标啊 就这个点 现在各地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规定 作为了解性内容 好 后边呢 就是关于开标这块啊 开标 关于在政府采购建设项目 我们招标投标过程中 开标啊 也是在线上进行 这是电子招投标啊 平标 这也是在线上进行 你看啊 这是足不出户 这就能够完成了啊 挺好 但是呢 从考试还是那句话 概率不是特别大 后边是招标的条件与程序 这里边咱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招标 我们应该说作为施工单位 是作为投标单位 为什么招标呢 因为如果你作为总承包单位 是不是对分包的工程可以进行招标啊 这个时候你是招标人啊 好 后边啊 需要能够出题的点 第一个发布招标公告啊 这个出改错题的通常在媒体行业或当地政府规定的招标信息网上发布招标公告啊 发布标书得注意我们的时间 组织或要求投标人自行踏开现场 不能单独组织 得是对所有的潜在投标人 澄清招标文件和答疑应该向所有的潜在的投标人进行回复啊 开标 这是什么呢 我们的整个程序 这是能够从这延伸出题的回顾一下法规的内容 评标程序啊 评标程序 工程项目主管部门人员和行业啊 行政监督部门人员不得作为专家和评标委员会的成员参与评标 诚实 当然还有诚实的考试可能考的专家人数 经济和技术专家所占的比例不能少于评标委员会的三分之二 这些是不是可以出按理题的考核 后面这个点啊 要留意叫做什么呢 采用综合评标办法 不能任意提高技术部分的评分比重 一般技术部分分值全重不得高于40% 报价商务部分分值全重呢 不得少于60% 这个为什么要提出来 多次一举吗 不是 这个必须要提出来 你比如如果技术部分的分值的全重啊 特别特别高 那么你在去投标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任何背景 可能会出现你次次 你的重标啊都应该第一位 但是呢 人家说了你那师祖啊 写的坡格 你这师祖啊 我给你30分 人家都是90分 注意这样你就把你刷下来了 因为技术这种东西 你说放坡开挖好啊 他说知乎开挖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则判别呢 不好说 所以说要求这个技术权重啊不能太高 否则真正能中标的人中不了标 那有人说技术部分还别高于40% 别高于40% 那就更麻烦了啊 如果这样啊 那就是你的技术标可能用或者不用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啊 他所以才有这个要求 好 定标原则啊 这个呢也是咱们在法规当中特别特别熟悉的 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单位排名顺序 应选择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 那如果第一的我说我放弃了 那第二的第二的也放弃了 第三的第三的也放弃了 第四的不行 如果前三名中标候选人均放弃中标资格了 或者未遵循招标文件要求被取消中标资格的怎么办呢 这招标人呀应该重新组织招标啊 是这样的啊 只是第一的不行来第二的第二的不行来第三的 三个都不行 那咱们就重新来了 常识啊 好 定立合同 这里边啊 我们把这个整个做一个时间啊 整个做一个时间 关于定立合同啊 和前面的招投标啊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时间 间隔 首先 编制我们的招标文件到发售标书啊 然后发售标书呢 这要大于等于五天 而我们发售标书到投标截指 也就是开标了啊 这个时间啊 应该叫做什么大于等于二十天 好 后面平标 平标一定记住到公式这里边应该是不超过三天 小于等于三天 公式七 注意啊 公式七 这是大于等于三天 从公式开始到确定中标人 这是小于等于五天啊 我们这是从各个文件当中进行一个系统的这个梳理啊 然后确定中标人啊 发出中标啊 通知书 发出中标通知书到签订合同 这是多长时间呢 三十天 好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都是一些常识的内容 那考试不就是经常考这些时间吗 你把这个整个啊 这个顺序排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时间梳理上 这是一个考试能够考到 而且这个考试考出来就是改错 后面是投标条件与程序啊 基本上啊 第一个投标人的基本条件啊 这是一个算是案例补充题吧 应具备承担我们招标项目的能力 以投标人应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等级 好 另外 这里边 对于符合招标文件 对于符合招标文件 对投标人资格规定的条件主要有 咱们做一个表格啊 资质的要求 业绩要求 财务要求 质量安全的这个要求 好 这个梳理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真正考试能够从这考出来的 比如说对于业绩要求是什么样的 投标前的准备工作 当时是2011年案例 那一年呢 有很多的点 是考试 考教材上了 投标人在编制我们标书前 应该仔细研究和正确理解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 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有关的施工工期 投标有效期 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和我们招标范围等 实质性内容做出响应 切勿对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修改或提出保留意见 什么叫实质性内容做出响应啊 人家告诉你 问你行不行 你说 我不说 那你没有响应 你得说行或者不行 当然了 你肯定得说可以 你说不可以 这成什么了 好 一定得响应 还有 人家说了啊 切勿对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修改 保留 就是我不承诺啊 这个不能修改 什么叫修改呀 人家说了 我招标文件要求是180天 你能不能投标的时候 我就不 我就170天 投标的时候不能 当然181天肯定谁都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 不行 关键170天 注意 人家说我工期是180天 不是说不超过180天 人家说的180天 你就得按照180天去投 一定注意啊 这个是2011年当时考试就考过的 后边呢就是标书编制的这个程序 什么熟悉图纸啊 有效的时间内向招标人制宜啊 踏开现场啊 包括寻价呀 考试寻价也是2011年当年考的 寻价啊 材料的市场价 当地的人工行情价 机械设备的租赁价 分布 分项工程的分包价 都要进行寻价 当时考试还是幸福的 你看这些都能够拿过来考试 现在很难了啊 后面呢就是经济标书的编制 编制这个经济标 这个点当年考试也考到了 这里边说应该根据招标文件提供的相关说明和施工图 重新校对我们工程数量 并且根据我们核对的工程数量确定报价 工程量清单给出的数量只是工程实体的数量 在组价过程中还需要计算施工中增加的数量 合理的组价 必须计算工程量 当时他就说了 直接用人家提给出的啊 招标让人家招标人啊 给出的工程量进行报价 不能 这个点呢 但凡学过经济的咱们都清楚 挖一个机坑啊 挖一个机坑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里边的结构 比如水池啊 做一个结构 你在做挖的时候呢 有放坡 有这个工作面 但是呢 人家只给你一个这个水池的啊 一个长宽高 但是你这些多挖的土方怎么办呢 其实你就得计算出来 比如人家给你是一百方 你挖土实际挖了二百方 没关系啊 你二百方所用的人工费 机械费 材料费 好 甚至我们的管理费利润 好 大概是多少 算出来了 然后呢 你用这个总的前数 除以这个一百 不就可以了吗 是这样 当时考试考到这个点 后边措施费 也是考出来 也就是说措施费呀 这个清单可以调整 咱们整个投标人 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 工程的实际情况 结合施工组织设计 对我们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 做适当的增减 还是那句话 如果人家说了 你这个挖这个大的机坑 你得有支支户吧 说我根本不用 我用陈景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说 根据你实际的师祖呢 做一些调整 好 后面这个呢 考试还没考过 咱们留意一下吧 投标人 按照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 填报价格 填写的项目编板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 必须与招标人提供的一致 这也是一个点吧 这要留意 要注意 后边呢 就是投标报价策略 投标报价策略呢 曾经考试啊 是还真是喜欢考核 但是现在 你所谓的策略 现在都是透明的 你不要把人家招标人 把建设单位当傻子 所以说你这个策略 有很多的 现在都拿不出手 啊 投标主要有什么生存型啊 竞争型啊 盈利型啊 这些 最常用的投标技巧 是不平衡报价 不平衡报价呀 现在啊 说实话 你这个 你敢不平衡报价 你就会自己 炫在这里边啊 过去还有什么例子 我们比如说 可以把能够先收回成本的土放 价格报的高一点 把最后铺面层利清的 报的低一点 结果 人家最后呢 招标人一看啊 你铺利清 这么便宜啊 好了 什么都不给你 你就按你报的价格 给我铺利清啊 不许反悔 坏了 自己掉里边了 标书的制作递交啊 这是太常识的那种啊 标书的制作递交 早年间 这还是属于零几年考试 非常非常喜欢考的 关于签字盖章啊 都有什么 公章啊 法人代表签字啊 等等 现在呢 也能考 但是这种点 我们各个专业 现在都觉得考出来 太low了 过时了 但是只是说 它依然还是属于能考的点 但是考核的频次 各个专业都比较低了